有不少家长在看过一些情绪管理的家庭教育短视频或者是育儿书籍之后会说 这些方法我都用过,可是就是不管用 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说,我们的家长并不了解孩子年龄特点 六岁孩子的情绪管理办法未必会适合两岁的孩子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说,家长看一些比较碎片化的短视频或者是育儿的书籍 这些信息和知识也是碎片化的 家长只有不断地去学习和练习 经过日积月累才能够形成比较成体系的教育方式 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他们的年龄特点以及情绪管理的办法吧 一岁半到三岁的宝宝通常会经历一个执拗期或者叫第一个叛逆期 英文里面叫Terrible Tooth 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阶段的孩子就像一头小巨牛一样 无论做什么都会跟家长对着干 比如说今天鞋子摆放没有按照昨天的顺序来摆放啦 或者是原来需要三个步骤做的事情 中间忽略了一个步骤 孩子都会觉得不舒服 然后不停地去吵闹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孩子发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正在建立他的秩序感 那么家长千万不要跟孩子对着干 我们有很多时候需要去理解孩子 接纳孩子的情绪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们建议这么做 我们推荐几本可以用于情绪管理的图画书 父母和孩子可以一起进行亲子阅读 我们也支持孩子用过家家游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种过家家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玩过 孩子是可以通过想象创造性的方式来自由地表达自我的 孩子的情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投射出来 并且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场景模拟的方式 让孩子学会在不同的场景下产生的情绪如何去进行处理 成人也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随意地发脾气 也不要迁怒于他人 三到五岁的孩子情绪相对比较稳定 他们很少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哭闹不止 即使出现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 也能够很快地在成人的安抚下平静下来 他们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延迟满足 并且明白自己的愿望并不能够总是得到满足 针对这个领端的孩子我们可以这样做 学会识别和命名情绪 我们父母可以找一些跟情绪相关的图片或者是照片 让孩子看一看并学会命名他们 这种方式可以让孩子丰富他们关于情绪的词汇 并且能够通过观察人的面部表情 来了解情绪在表情上的一些表现 我们还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安静的角落 为他们布置的温鲜一点 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帐篷 让孩子能够有更加私密的空间 里面也可以放上一些柔软的毛绒玩具 让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稍微的发泄一下表达自己的情绪 关于五岁以上孩子的情绪管理的方式 以及他们的年龄特点 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给大家详细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